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在坐標平面上有三條直線 L、L1跟L2 L是水平線 所以斜力等於0 L1他的斜力是4分之3 M1 等於4分之3 M2他是等於3分之4 L2的斜力是3分之5分之4 已知L被L1跟L2所結出的線段 這個長度是30 那麼他問說 這三條線微層的三角形面積 應該是多少 他這怎麼做?我現在就給他畫高 這個高我叫H 那這個我叫X 那這一段就是30-X 那這一條直線他的斜力是4分之3 也就是說這個除以這個是4分之3 H H 除以X是斜力 是等於 4分之3 再來 這條斜力是 負4分之3 那我把它取決類子 取決類子的話就是 H 除以這個30 -X 這個是等於3分之4 這我把它取決類子 2分取決類子 好那我現在等一下一除 一除以後 就得到什麼 這個就跑上去了 X分之30-X 這個等於多少呢 一除的話是16分之9 好那我把它乘以1加 8乘以1加上來 就X分之30 那會等於多少呢 8乘以1加上來 16分之25 好那這樣我就可以把X算出來 5 6 3 10 5 5 2 4 5 所以X等於多少呢 等於 5分之6 乘以16 我再X 那X算出來的話我就可以算H H等於多少呢 等於4分之3 乘以15 5分之6 5分之6 乘以16 4是16 所以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5分之 18 就是12乘以6好了 3是12 12乘以6 這是H H 好那H算出來的話 那H算出來的話 我就可以算三角形的面積 三角形的面積呢 是底 底是30 乘以高 高的話是這個 5分之12乘以6 除以2 乘以2分之1 好那這個10可以約掉 5分之12 所以現在多少 等於是36 乘以6 6分之36 計3 6分之28 4分之21 所以是216 所以這個三角形的面積呢 是216 使用